囤房税2.0税率最高达4.8% 与百万户权益6关键一次看 行政院会21日通过房屋税修正条例 房屋税改采全国归户 囤房足税复将加重 同时 单一自住房屋 排除豪宅 将享房屋税率降至1%优惠 预估约310万户受影响 财政部次长李庆华表示 以建商余务来说 一年销售时间相对短促 不易达成完销 一年内是否适用单一税率与户数免累进 会合理考虑 多数持有非自住房屋者 适用税率将提高 估计影响房屋数约89万户至128万户与税收增加约新台币45亿元至55亿元 财政部粗估每户平均增加税额4300元至5000元 囤房税2.0方案最快明年7月上路 牵动于百万户权益 中央社会整六大关键带你一次看 央行宣布利率连二动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至1.46% 中央银行理监视会21日决议不升息 利率连二动 并再度下修2023年经济成长率至1.46% 低于6月预测值1.72% 估明年经济成长率为3.08% 物价方面 央行预估2023年CPI年增率2.2%与核心CPI2.44% 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通膨缓步回降 明年通膨率可望降至2%以下 加上国内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经与明两年产出缺口皆为负值 理事会认为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有助整体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考量台湾通膨压力仍存 杨金龙一改过去与带保留作风 明确指出若物价走洋与结构发生改变 利率水准就要高一点 东北风22日影响至中秋廉价北部东半部转于赏月机会偏低 中央气象书表示 22日起至中秋廉价受东北风影响 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天气以多云为主 有局部短暂震雨 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26日起各地水汽增加 目前预测北部地区赏月机会偏低 蔡总统说 新墨西哥州将成台美绿能产业链合作典范 美国新墨西哥州长格里向18至23日率团访问台湾 总统蔡英文21日表示 去年台湾成为新墨西哥州第六大出口市场及第七大进口来源 绿色经济产业是接下来双方深化合作重要领域 目前已有电动车零组件厂商规划到新墨西哥州投资设厂 相信新墨西哥州将成为台美绿能产业链的合作典范 格里向表示 核大工业将在新墨西哥州投资9900万美元 创造350个就业机会 他邀请蔡总统到新墨西哥州见证双方合作成果 畜产会误解制代工业者错标一旦产地农业部道歉说 监督失洲 针对台中两家业者受畜产会委托将进口蛋代工生产一旦 产地标台湾 设标示不实 农业部确认是畜产会对标示认知误解所致 坦诚监督失洲 20日发文向社会大众致歉并将强化标示 另外 农业部21日表示 此次专案进口的壳蛋将不再释出上架 以调度加工为主 而未来鸡蛋缺口弱达时 Percent 需再次进行专案进口鸡蛋时 原则上会选择在出口国籍席选包装的原装核弹 避免笑其疑虑 博爱座老弱妇如优先卫福部说 修法逆改实际需要者 作家李昂表示 他搭北结时身体不适 但坐在博爱座三名年轻人不愿让座 台北市政府21日回应 会参考外界对博爱座制度与配套的意见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长简慧娟表示 现行规定博爱作为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如优先乘坐 将修法改为有其他实际需要者 草案已送立法院审查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狱中绝食体重胜不到40公斤 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先前试图赴美炭氏病重妻子为果被捕 两年多来数度在狱中绝食抗疫 有人透露 郭飞雄因监狱转换问题再度绝食 如今体重剩不到40公斤 健康状况糟糕 本名杨茂东的郭飞雄 5月被广州中级法院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他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上诉 6月郭飞雄的上诉被法院二审驳回 维持原判 亚塞拜然夺回纳卡区控制权争议始末一次看 亚塞拜然20日宣布重新夺回对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地区的控制 这是数十年来巴库当局首度掌控这个地区 自苏联解体至今30年里 前苏联成员国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已因纳卡区两度爆发战争 中央社带你一次看双方冲突的历史背景 控OpenAI侵权兵与火之歌作者乔治·马丁等人集体提告 美国作家协会20日代表一群知名美国作家对人工智慧公司OpenAI提出告诉 指控这家公司滥用他们的著作来训练人工智慧驱动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作家协会所代表的作家包括说 兵与火之歌说 全力游戏作者乔治·马丁与惊悚小说王约翰 格里逊与强纳森 法兰层与乔治 桑德斯与朱迪 皮考特等人 还有数名作家与原始马索尤者与视觉艺术家等加入诉讼 亚运男族台湾击败印尼魁为65年夺胜 台湾男族21日杭州亚运分组赛迎战印尼 靠着秦文彦破门以1比0迎接胜利 总教练陈俊明表示 这一胜等了65年 真的为球员感到骄傲 在台湾足球低迷情况下 这场胜利有激励作用 台湾男族过去在港角时代 曾在1954年与1958年 亚运缔造二连霸 在1966年曼谷亚运后 2018年才再度扣关亚运 但在分组赛就出局 杭州亚运将于23日开幕 台湾代表团宣布将由游泳选手王冠宏 与跆拳道选手罗嘉玲担任长齐关 而台湾代表团开幕式确定以英文T开头 与排在第36顺位进场 开箱老照片一代轻衣记久顾正秋 1951年9月22日 京剧名林顾正秋与张正芬 一人于成庆的母亲 搭击驸马公一眼落军 顾正秋被誉为一代轻衣记久 震旦成就最高者 一身热爱京剧 他10岁就读上海戏曲学校 诗成梅兰芳 兼剧成 陈彦秋 派技艺 以第一名成绩毕业 他18岁时祖顾剧团 1948年来台巡演 此后顾正秋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五年 无一天间断 并多次赴前线落军演出 鼓舞士气 1953年顾正秋与已婚的省政府财政厅长 与发票之妇人险群传出婚外情 轰动政坛与一谈 之后顾正秋解散剧团 成员转任大鹏与陆光等剧团发展 等同台湾京剧的播种者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它们都在摆下的数换 到新闻商 mach那个 组向年彪 Merc助 C acha 公元 这